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舒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見場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 我們要把這次的生存獎勵的禮包全部開箱 那雖然說在這個公告那邊已經有 就是有禮包的內容了 那我們還是 還是要開箱一下 順便的來講一下 對這些禮包的獎勵 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還有一些兌換的一些想法 好 以下所有想法給各位做參考 那我們就開始囉 首先啦 最麻煩的 一定是這兩個 需要用到啤酒的 還有這個 強化箱 這三個都需要用到啤酒 就這次的獎勵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 其實除了啤酒以外 其他這個都還蠻夠的 真的是都還蠻夠的 不會有像上次的問題 上次就是會缺 那這次的話就是說 你打三罐啤酒就收工 那強化箱的話我會認為說 如果你真的 不需要用到寶生圈的話 或許啦 或許可以最後再看 那如果你真的要拼 無克8596的話 這是可以考慮的 反正這個如果你 硬打是打得完的 那是怕說可能有些人 時間比較沒這麼多 或者是他的勝率可能沒這麼高 他就不會去硬打打完 好 我們現在看啤酒的這兩個 這兩個 好 領出來之後 這兩個套餐 首先 A套餐我們先來開箱 A套餐裡面是 10罐的 SS藥水 加1500鑽 然後 B套餐 裡面是 30億 加一個強化箱 就這情況來看的話 我覺得 這好像沒有什麼優先順序喔 就 你覺得這兩項 你比較缺什麼 如果你比較缺資金的情況 我覺得你就先開B套餐 那如果你可能像我一樣 缺鑽石缺藥水 像我們 可能練怪物練超宗這種 我們就會比較 先優先先選 如果真的 可能是模擬玩家 真的打手動 真的打不動的話 我會覺得 你可能可以考慮先選 A的 那就是你可能本來就有在練超宗 或者是練怪物的玩家 資金應該是蠻多的啦 那強化權應該也會蠻多的 所以就會比較 偏向去選 藥水的那一包 好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 第二包 第二包的話我們就抓這兩個 草麵跟草麵的 這兩個 那這徽章是點數啦 點數不是徽章 點數應該是 OK啦 好 草麵的第一個是 雅冠經典 第二個是雅冠回顧 因為我們這樣一起開 就是大家會比較了解 裡面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那裡面那些卡包啊 因為我自己的包包空間 最近有在買一些怪物卡 所以包包空間有點擠 所以我就不開箱了 好這兩包我們先開 經典就是藍色的這包 好藍色的裡面打開是 一千鑽 四加一兩個 還有十張的 雅冠賽二選一 球衣我們先不看了 然後紅色的 紅色這包 一樣是 就是球衣陣不一樣啦 你看吧 你看你缺五二還是缺四一 這個就比較明顯的 這個就是 兩包都OK 就是做一個補強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的 最後的話是這兩個 哇這兩個顏色是一樣的 一個是熱狗寶的 一個是章魚燒的 正常說這兩個應該是不衝突的 我們一樣把它打開來 好 先開右邊這個 比較黑的 幾乎是純黑的 雅冠紀念 左邊這包叫什麼 喔經典 紀念裝備禮包 打開來 裡面的話是 S藥水十罐 職人兩個 然後這個 打者裝備隨機包 開出來就是一個而已啦 不是整套的 所以這個我們大家也不開 打開一下好了 裡面有記錯 然後S雙倍五個 那另外一個的話 好他們是一樣的東西 這個 你看你 想賭什麼吧 反正我覺得這包 其實不太衝突啦 好 我們把它打開來這個 打開來 就是這樣子 它是 單個的隨機禮包 不是整套的 所以就大概就這樣 好 然後我們來順便介紹一下 其他獎勵 強化箱這沒什麼問題 如果你有多打到啤酒的話 就可以多換 就先換禮包 因為畢竟禮包裡面 也有一個強化箱 一定是先換禮包的 好 這個球衣的話 都是要門票券去換的 那這個我覺得先不要看 球衣先不要看 先等到你下面這個都 兌換完了 再去看球衣 好這邊都是禮包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好首先 SS藥水是 4倍的A水 那我覺得就門票 如果有 有這個限制的情況 那這種情況的話 我會覺得說 LV20可以先換 除非你真的很多 然後 SS藥水 最後才是A水 所以 LV20 等於 SS藥水 大於 A水 兌換順序大概就是這樣 剩下的再拿去換 球衣就好 球衣沒換到就算了 這個不是很重要 那結論就是 我還是覺得禮包 然後 你如果有多的話 就換強化箱 這個也只能換他的 然後 下面這三個的話 我會覺得 LV20等於 SS藥水 大於A水 那剩下的再拿去 換球衣就好了 好那今天這部 就讓我們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 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掰掰 掰掰